创意比财近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再度震荡上涨了80点 相对于美国股市来讲 台股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强势 那政府在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行情 你不要去预设高点在什么地方 我说台湾是AI革命的中心中的最中心 尤其在半导体族群里面 没有台湾的半导体就没有AI革命 没有AI革命就没有美国股市的大涨 没有美国股市的大涨 全球的股市就不会跟着往上涨 所以台股的半导体族群 是全世界最中心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看台股不是上个礼拜 台湾不是地震吗 大家第一个想什么 你知道国际第一个在看什么 国际第一个看台积电有没有被影响 台积电有没有出事啊 所以台积电你看赶快发布了三折的通告 告诉你我没事 好 我们震荡完以后 基本上我们赶快恢复了我们的正常的运作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恢复年成长至少两成以上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多头的轨道 发了三通的讯息 一直告诉大家台积电没有事情 请大家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他为什么要发三通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 对不对 全世界为什么都在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是重中之重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个选果不选市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指数在这里震荡 可能2万点之上 可能会在那边老歹会做震荡 但是你可以发现到 真正具有核心竞争成长力的 具有趋势的爆发性的 在中心位置的股票 还是持续的震荡走高 所以这个行情我就想说 如果美国股市那个股神巴菲特来台湾 你觉得他会投资的什么股票 那你觉得他会投资的效果好不好 其实我这个地方 其实我常常在研究一个人 我在研究谁 我常常在研究这个股神巴菲特 因为我觉得他既然身为股神 他一定有大家可以效仿的地方 有大家值得学习的地方 所以股神巴菲特他最著名的策色 就是他是以价值投资为主 所以他会买一档股票 他会什么 持股会超过五年到十年以上 他不是短线进出 什么买一个礼拜就卖掉 他也不在乎每天给你涨停板 他在乎的是五到十年的 一个波段的获利程度 那你看到 他最近公布的前五大持股 苹果 美国银行 美国运通 可口可乐 雪佛龙 这个是能源股 他这里面只有这档是电子股 那这档电子股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也没什么涨 而且苹果最近跌得比较重 这个都是传产股 都是传产股 所以我发现 如果巴菲特来台湾 他在台湾当操盘人的话 可能会不受待见 因为他的操作模式 其实不适合台湾一般的股民 我问你 如果你要买股票 你要放五年到十年 你还需要每天看电视节目吗 你不会每天看我的节目 你也不会每天看财经节目 反正你股票就抱着五年十年 你会每天看节目吗 不会嘛 对不对 那你看他的股票里面 他里面你会发现到 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NVIDIA 他没有这波美国股市大涨的超微 他都没有 他买的是反而是苹果 苹果在底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巴菲特这一套来台湾 不适合 不适合 巴菲特要来台湾不适合 那所以我就看到这一点以后 我发现到 我发现到怎么样去弥补股神巴菲特的盲点 因为台股并不适合像巴菲特这种价值型投资的操作方法 在台股里面 那要怎么样弥补他的盲点 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 那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这个概念 就是以正合以其胜 这个以正合以其胜 其实是孙子兵法里面最重要的战略的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你要把股市当作一个战略的一个运用 很多买股票可能不晓得 这个主力大物在股市里面 他们都有战略的运用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95%的节目 不会跟你讲这个东西 他只会跟你讲每天股票涨停板 然后涨停板的股票为什么好怎么样 到底也没有买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每天分析涨停板就对了 但是他不晓得整个大战略在什么地方 他不晓得整个台股的大战略 整个多头的大战略在什么地方 像这种就容易见数不见领 所以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要以正合以其胜 就是一个战略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叫熊财战略 所以股市就是一场什么 股市就是一场战场 战场你要有战略 你没有战略你没有办法赢别人 你要知道你在股市里面 你有很多敌人 三大富安可能都是你的对手 包括这里面还有中石户 还有其他草短线的搞当冲的 这么多人在里面 你要怎么赢 如果你没有一个战略 你要怎么赢 你有没有想过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一般投资朋友会被人家 大家会认为说是散户 为什么叫散户 因为他没有中心的操作思想 没有中心的操作逻辑 没有一套投资的策略 没有这个战略思想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以核心竞争成长率 加上市场的卖动力 这叫正兵 这叫骑兵 正齐相生超越大盘 好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因为这个核心竞争成长率 已经听过我一段时间了 我今天讲一讲 我们的另外一个操作操盘策略 市场卖动力 好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看看我们是怎么样操作的 来看一下 这个在4月台积电18号 4月18号要开法说会 大家都知道了吧 但这个消息 其实它在上个月 就已经公布出来了 上个月公布出来 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要登场 反而目标价冲到千元 就上看台积电 上看到千元以上 但是我不是看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 讲台积电会上看千元 但是我要想是 台积电法说会讲什么 它会讲什么 然后它讲的东西 会对什么股票 会有上涨的条件 会有上涨的激励性 这就是市场的脉动 好 我认为它会讲什么 我认为它会讲资本支出这一部分 为什么它会讲资本支出这一部分 你可以发现到 日本的那个熊本厂已经盖好了 那美国的还在盖 那台湾呢 三奈米的要盖 两奈米的要盖 一奈米的要盖 仙俊风装厂也要盖 它盖这么多厂 钱从哪里来 钱从这个地方来 钱从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认为资本支出会往上调整 资本支出一往上调整了 什么股票会涨 就是台积电设备 跟台积电相关联的 这些半途底的设备的股票 势必会大涨 所以你看 我们在3月25号告诉你这张COWAS小尖兵 我在告诉你的时候 3月25号3月底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要买这张个股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我已经看到一个大战略了 我知道台积电它要什么 它要宣布调涨它的一个资本支出 所以COWAS先进封装的设备股一定会受惠 对不对 今年会转轨 会大成长 所以像这种个我们在3月25号 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我在讲的时候 全市长都没人在跟你讲COWAS小尖兵 都没人跟你讲COWAS会大涨 都没有人告诉你 先进封装的 包括像半导体的设备厂都会大涨 都没有人讲 结果我在讲 因为大家觉得2万点已经很难操作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也很担心2万点会摔下来 但是我告诉你 台湾就是位于这个AI革命中心的 最重要的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会吸引到一些 大户 主力 法人 公司派 他们一定会想要积极地做多 所以你看 我们在3月25号跟你讲说 你赶快跟我布局 因为我们当时在节目上告诉你 我还在盖牌吗 我告诉你 你要跟上我的脚步 这样跟我后面会创新高 后面你看3月25号是不是买进 买进完以后是不是大涨 大涨完还有3月26号再告诉你 是我持续抗好 我当时还是盖牌 还是告诉你还可以买 还没有涨完 还会再涨 结果你看3月28号是不是大涨 3月29号是不是拉上去了 4月1号是不是大涨了 4月2号是不是大涨了 你看这一波我们上去 是不是大概涨三层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事前跟你预告 而且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过 我们是事前跟你就预告 再加coaching 我不是说今天我没有操作 谁会拿一档股票涨停板来告诉你 你看这一档股票涨停板 问题是你也没有买 那你没有买为什么拿出来讲 很多人讲说我只是拿出来分析 你拿出来分析 跟你有没有做到涨停板是两回事 所以我跟你讲说为什么你要什么 你要有一个 就是一个老师到底能不能带你赚钱 他首先要预告 预告这次股票要大涨的 你要赶快跟他上车 第二个他后面有没有给你coaching 有没有给你coaching给你看 这两个完备的才是真正的 你可以赚到钱 接下来你再看 好 接下来你看我跟你讲 君豪也要大涨 因为君豪也是什么 先进封装的什么设备股 后面你看4月1号 君豪有没有告诉你这个要创新高了 对不对 先进封装光学检测 4月2号是不是拉涨停 4月3号是不是又大涨 4月8号是不是又往上涨 对不对 包括像我告诉你亚翔 3月29号告诉你亚翔 无城市大涨 对不对 跟半导体设备有关的 这个后面会大涨 3月29号对不对 4月1号是不是涨16块 4月2号是不是涨22块半 4月3号是不是再涨4块半 4月8号是不是再涨7块 你看到我跟你讲 从我跟你讲的位置 我们不是买最低点 我不是买这个最低点 不是买这里 是已经有涨一段 一小段上去的 但是我告诉你还会涨 从这个地方上去就三成了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全部都是跟半导体设备有关的股票 后面我跟你讲完后面是不是都开始大涨 是不是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市场卖动力 正其相生超越大盘 那你看大盘有大涨吗 大盘没有大涨 为什么股票会大涨 因为我是以正合以其胜 核心竞争持场率再加上市场卖动力 好 接下来你又看了 你注意看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说 我说我们要买进的股票是大家还不知道 什么叫大家还不知道 大家还不知道就像什么 就像是黑暗中的钻石 我为什么跟你讲说黑暗中的钻石 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弯腰剪钻石 弯腰剪钻石 我请问你弯腰你剪得到钻石吗 少都被他抢光了 因为钻石大家都看得到 谁不拿 谁不抢啊 你弯腰能够让你剪到了 能够让你剪到的一定是黑暗中的钻石 因为黑暗中大家看不到 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清楚 因为钻石在黑暗里面它没有发光 没有发亮 但是它本质就是钻石 只要是钻石后面就是什么 就是有价值 所以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买黑夜中的钻石 你要买别人不知道的 不清楚的 不了解的 对不对 好 那什么是别人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56-207的雷克 很多人说老师 雷克我知道 雷克不是做被动元件的吗 我告诉你 它已经从被动元件里面 它已经转型到半导体的封装量测设备了 它已经借到COAS的订单了 你知不知道 所以它已经转型到COAS 它是先进封装的概念股了 你不能再用被动元件去看它了 那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们才要去买 所以我们才要布局 你看10月3号已经拉上去对不对 你看今天4月8号 是不是拉上低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一波是不是我跟你讲的 COAS先进封装的设备全面都会大涨 就是市场卖动力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这个地方很多人在看高股息 我说我已经在 在很多人在跟你讲说高股息的过程里面 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跟大家讲高股息绝对不如高成长 因为它高股息就是把股票 它把它的股息配发给投资人 那一家公司会赚钱的公司 它会把股息怎么样 它把赚的钱怎么样 拿去投资 它不是配发给投资人 所以高股息它这个动作很明显 它是个保守型的一个什么 保守型的公司才会做高股息 那高成长的就会把它的怎么 赚到的钱持续再做加码做投资 像台积电 它为什么要在盖场 它为什么要在盖场 它为什么要在投资 在盖场 因为这些未来产能都还在持续 把它已经看到未来产能一定爆满 像这种公司就会大赚钱 所以如果是高成长的公司 它还把钱 它不是拿去配给股东 它是把钱拿来再投资 这叫资本支出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高股息绝对不如高成长 好 那你看 什么是高成长 3月29号跟你双红 我告诉你双红 那你看双红这边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之后 它有没有大涨 它有没有创新高 它有没有涨停板 都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你看一个老师的功力 不是今天他讲涨停板 他讲涨停 而是这两个股在还没有大涨之前 而是这两个股还没有创新高之前 而是这两个股还没有涨停板之前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两个股后面要大涨 你要以下一个标准去检视 否则台面上这么多老师 每个都要讲涨停板 你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你怎么看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这个地方没有涨停也没有大涨 也没有创新高 我告诉你它会创新高 这3月29号 4月1号涨34块钱 4月3号是不是它涨停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抗讯 现在4月8号 这个地方是3月29号 这一天只有小红没什么涨 我跟你讲他后面要创新高 你看到今天这个地方上去200块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高股息不如高成长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礼拜五 我们买进了一档股票 我说这档个股即将创高大涨 因为这档个股 它也是属于高成长的股票 它是一档AI伺服器的机壳 那我说它去年就有赚一块钱 但是我认为它今年会大成长 我认为会挑战五块钱 大概成长五倍 那为什么会成长那么多 因为它不是只有在做机壳 它还有切入水冷式的散热 所以它的什么 它的产品基本上正好都切入到 市场上最热门趋势最强的产品上面 最需要AI 在AI这个革命过程面最需要的什么 最需要的产品上面 它都有切入 所以它业绩为什么会大爆发 会大成长 那我认为这档个股 也属于高成长的股票 所以如果说老师 你的双红真的创新高上去了 但是我觉得它股价太高了 我买不起 那还没有一档个股 股价不是那么高 但是它也是属于高成长的股票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呢 就是这档股票啊 对不对 那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吗 我上来不干预 我们现买现赚涨 你买下周还要创新高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嘛 是不是这样子 两个不是 那你来看是不是嘛 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创新高大涨 4月3号嘛 来进涨点嘛 今天4月8号是不是又涨点 是不是 实打实真实绩效 不卖假东西 事前预告 加抗讯 有没有 所以你要怎么样赚到钱 你要参加正版的才可以赚到钱 你去参加盗版的 你当然就赚不到钱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了 我要带你选的是什么 黑暗中的钻石 人家不知道了 人家不知道了 人家不清楚了 那接下来什么股票呢 接下来还有什么股票 也像黑暗中的钻石 会往上面大涨呢 我先给大家一个提示 你先注意 国际三大记忆体厂暂停报价 这些股票今天上涨 但是这些股票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进广告一玩以后 回来会告诉你 在广告这个时间 赶快跟上我的脚步 因为我的股票 不只要涨一根停板 两根停板 它后面可能要涨三成五成 甚至挑战一倍 要把握的就趁现在 你的成本越低 你未来获胜的空间是越大 跟上我的脚步 跟我一起来搭转 休息一下 待我们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连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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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 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关心您 好了 AI浪潮带动伺服器的记忆体 所以记忆体有分三种 一个是标准型记忆体 一种是行动型记忆体 一种第一种 第三种是高平行的一个记忆体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两个台湾有做 当然就这个台湾没有 但是真正会大涨的是这个 高频宽记忆体 高频宽记忆体你可以发现到 海力士大概占50% 三星90% 所以这两个都是韩国厂商 韩国占了90% 几乎是垄断 美国这个美光只有10%而已 所以接下来 这个高频宽记忆体 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它应用在AI的伺服器 应用在云端中心 应用在大型这家户上面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前领先布局 那布局完以后你看到 今天先工账艇 后面还会涨 我告诉你后面还会涨 后面还会涨 因为现在台湾没有人在做这个东西 你也只能从韩国代理 这家公司正好掌握到这个 切入到这个重点 它抓到这个重心 所以这家公司 未来台湾要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 都要跟这家公司来做订货 所以你说这家公司业绩会不会大爆发 一定会大爆发 所以你要趁现在股价 它还没有喷出大张 赶快跟上我的脚步 不管你前面错失了多少股票 后面你一定要跟上来 那我们就是要弥补什么 弥补古神巴菲特的盲点 以战和以其胜 核心竞争成长力 再加上市场卖动力 正其相生 超微大盘 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 来喔 跟着骑自走 时间差不多了 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回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的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错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场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头部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部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